在国民党那边有这样一个顺口溜 说十个西北王不及一个金门王 这句话中西北王便是胡宗男 金门王便是胡脸 这胡宗男估计怎么也想不到 咱俩都是胡家出来的王 我跟你放在一起咋就成了单位了呢 蒋介石评价他 胡脸兼具张领府的汉和黄百涛的谋 他也是国军将领中 鲜有的被毛主席点评过的人 毛主席说他 脚如胡猛如虎 说起这个胡脸啊 也算是深得蒋介石的器重 他差点就成为了黄浦四季中 第一个当上兵团级司令官的人 差哪一点呢 这话得从国军那边 几个有意思的人事调动开始聊 如果1946年 在进攻江苏的国军中 评选一个最佳败家子 那整编六十九师当之无愧 他本来下辖整编六十 九十二 九十九 三个整编旅 为了准备苏东大战 整编九十九旅被派往了黄桥 大战夙域去了 然后把兄弟部队的御三旅 配属给了他们主力方向使用 巧了 七月的时候 整编六十九师指挥这些部队 从龙海铁路向东清扫 走到朝阳级一带时 被我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 给逮了个正着 其整编九十二旅 只剩了个二六七团狗言残喘 该旅其他人员全被歼灭 老蒋认为 不是对手太强 而是其师长梁汉明太笨 所以就地免职 由戴志祺 进任整编六十九师师长的位置 戴志祺上任没几天 八月的时候 掉往南西尔苏中地区的整编九十九旅 又被速率给嘎掉了 这样之下 又从兄弟部队 调了一个整编四十一旅 给他们使用 也就是说 此时的整编六十九师 虽然先后被歼灭了两个整编旅 但他手里 依然有三个整编旅 还多一个团的兵力可以指挥 诶 兵力看上去 非减反增了 但实际上 大家不是一个爹妈 内部矛盾非常多 所以整体战斗力 差了一匹 再来说说这个新市长 戴志祺 他就如同一个晒了十天半个月的爸爸似的 是个又臭又硬的反动分子 他一直渴望 跟我军比划比划 所以这次上位以后 立功新切 充劲十足 迫不及待的指挥着部队 向前猛推 但是作为黄埔二七上的戴志祺本人 却是个公认的 军事无能之辈 他最大的本事 就是像那坨爸爸一样 又臭又硬 所以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所以他才能当上这个市长 时间来到1946年12月 国民党统帅部发出明确指示 1946年年底前 整个江苏 根据这一指示 12月7号 徐州绥靖公署发布作战令 组成四个攻击兵团 由欧阵指挥的严复兵团 由东台向严城赴宁进攻 李延年指挥的怀连兵团 这一路就是上期我们讲的 两战连水中的第二次连水大战 由冯志安指挥的翼林兵团 这一路回头单独临出来讲 今天先欠着 最后一路便是今天讲的 由胡连指挥的新宿兵团 由宿迁向着新安进攻 跟整面六十九师走一起的 这个整面十一师可了不得 他作为国军五大主力的其中之一 战斗力是毋庸置疑的 其师长胡连是黄浦四起生 得跟整面六十九师师长戴之旗 喊一声师兄 他俩都在国军十八军供职过 十八军当时下下一个十一师 该师不但是国军的顶梁柱 还出了一个国民党大官 陈诚 所以从这支队伍中 升迁出来的国军将领 被称为陈诚系 而十一和十八 可以拆成土木两个字 所以他们还被称为土木系 他们之间互相提拔拉拢 抛开与我党的斗争 胡连的军事才能 绝非等闲之辈 在抗日的时候 他曾有过不少暴揍日寇的战力 名气较大的是 他守住了石牌要塞 把日寇进攻四川 亏此其难的想法 扼杀在了摇篮里 石牌要塞 曾被视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刚才咱们说了 胡连是戴之旗的师弟 而在国军那边 师弟是绝不能指挥师兄的 可俩人的军事察局又是有目攻堵的 师弟不能指挥师兄 但也不能明知师兄是个蠢蛋 还非得让他掌舵吧 咋办呢 蒋介石找了个资历贼老的将领 来担任这路兵线名义上的指挥官 他就是吴其伟 吴其伟是个内战外行 外战内行的将领 他虽然也参与过围剿我军 四度吃水的重要对手之一 但纵观他的军力生涯 整体来说 对内战是消极的 是厌倦的 吴其伟名义上指挥 胡脸任前线实际指挥的配置下 这路兵线出发了 这路兵线如果能在之后的进攻中 连连告捷 那胡脸便完成了履历贴金 他将真正的称为 黄浦四席中 第一个升任兵团级司令官的人 但是素玉的一记组合拳 直接打烂了这路兵线 下集开始正式展开 素北战役